你好 请问您是 帕洛斯公司的 罗伯特吗 你是谁 我是架客公司的 运营总监李文佳 你好 这边请 实在不好意思 不知道您提前立临 我两位老总 在赶来的路上 没关系 我很珍惜与 美女督处的事故 跟会公司合作的机会 我们也非常坚信 这边 但 你们这是一个 非常新的公司 刚刚起步 要知道 我们的合作 对于你们是一种 完胜的效果 一个公司是否有潜力 跟它是新公司 还是旧公司 没有多大关系吧 关键还是看产品 我们的产品 能否给你 最大的利益功效 这边请 文佳 你可真有意思 方正 那两位老总 还没有赖 不如我请你吃点东西 方便吗 您的中文可真好 不如我先给你讲一个 关于方便的故事 你看 听完之后 您要觉得方便 我们再去吃 就是有一个 外国的老总 跟您一样 到一个工厂去参观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呢 这个工厂的厂长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啊 我要去方便一下 但这外国有人的中文 不如您这么好 他就问翻译 说 方便 什么意思呢 然后呢 这个翻译跟他说 方便 在中国也要去洗澡 他就知道了 说好不容易 我就学了一句中文 挺好的 等到他们整个的参观 结束之后 然后这工厂的厂长 亲切地握着这个 外国老总的手说 您方便吗 我们想请您吃个饭呀 这个时候 这个老总就生气了 这生气就说 说 什么呀 我们 我们方便的时候 不吃饭的呀 方便的时候不吃饭 正好 我们两位老总已经到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白衣总 这是我们陈家亮 陈总 你好 你好 那就请我们陈家亮 陈总 带您到会议室 给您做详细的讲解 不知道您方便吗 方便 让我点 请 我冒险你再晚来一会儿 我都坚持不住了 我冒险你再晚来一会儿 厉害 快快快 自己去